我現在手這邊是有瘀青的 然後它其實腫脹然後有點痛 比著左手手腕細嫩皮膚 還看得見瘀青遭到硬衝鴿 強行拽下車 吳小姐受了傷 車子也受損 在充電有一個那個插手 你要咬住 中控解鎖 它就可以拔出來 它沒有解鎖到最後是用力扯下來 剛領牌的特斯拉駕駛座的車門 被硬衝鴿猛力打開撞到板筋 加上當時充電還沒充完 就被硬拔充電槍 非正常充電流程 系統和充電孔恐怕 新車剛開沒多久 就進場維修 估價三萬多塊 只是到服務區充個電 卻被逼讓位 吳小姐29號現身受訪 回想當時獨自對上失控的男子 雖然害怕 但對方不合理的要求 他把怒氣當勇氣爭論到底 情緒控制管理有問題 電動車在外不方便 大家都能體諒 但是你希望我理讓你 怎麼會是這個態度呢 整個充電糾紛po上網 沒想到也有其他車友 跑來私訊碰過證明硬衝鴿 也是發生口角鬧得不愉快 警方表示硬衝鴿二十七號 也有到派出所做筆錄 要反告吳小姐妨礙自由 理由是不讓位讓他充電 實際找到提供硬衝鴿靠行的業者 決定和他切割 國外公司傾向 所以我們會決定 以這件事情來種植合約 老闆補充 還硬衝鴿不熟 只是加盟 不是僱傭關係 合約從一百一十二年六月開始 簽約五年 每個月靠行費八百五十塊 可以確定的是 因為一時失控暴怒 不只靠行合約飛了 還要上法院打官司 TVB選擇吳宗勳 陳出賢 裸心台南台中綜合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民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 All Win